我們要怎麼樣怎麼辦 因為我們當天破6的時候在現場 所有的媒體都來了 然後外面已經架好攝影機 然後所有的媒體都在那邊等 然後正準備要出去的前一刻 我們才在想要怎麼辦 因為總不能講話 謝謝大家 可是我沒有練成這樣 不能做到我的經驗 我們就想個方式就是 其實以慣例以來就是說 修飾破幾破幾要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最原本的動機應該還是 就是娛樂 娛樂 就是大家來 想一個好玩 好玩跟有誠意的方法去謝謝觀眾 對 所以我把痛苦放在你們身上 不是是我自己講的 就是你 你講的啊 不是那個 你說話僅致那個 那個是前一刻 哈翔 哈哈哈哈 喔你們空小 最起碼沒有看起來 你為什麼你要拍 拍人出去最起碼 沒有看起來有誠意 有什麼關係 而且 你可以 你可以 挖 挖那個 呃 腹肌可以 對 因為假的 當然就沒有 畫這樣有9塊啊 哈哈哈哈 有更多 有更多 而且那個時候我就是出去之前 化妝師跟 拿眉筆幫我畫 他就出來 然後他們說要玩謝謝他 然後開 已經因為已經在記者會當中 我就還問他說 啊你們有那個眉筆嗎 要不要先拿還什麼的 嗯 他就說有有 我們已經放在口袋 哈哈哈哈 他還就 早就準備好 沒有容 他其實已經想好了 我真的想幫他 幫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 感覺讓這件事情更有趣一點 真的好玩 對 其實還是好玩的 好玩的 對 嗯 如果真的再厲害一點 現在應該台灣大概 如果最厲害應該是10點到15點 對 如果真的破屎的話 你們會做什麼 我知道 我會破屎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真的 一開始 男生一定要講 因為先講之後 這個感覺有點恐怖 對啊 不能亂講 開玩笑而已 真的 你那個時候還是開玩笑 我肚子累真的不敢 哈哈哈哈 破屎 對 我就是破屎的經驗 你幫我姐這麼緊張 哈哈 很認真 好了好了 破屎 我們講完了關於很多劇裡面的事情 都要講一下人生當中的 因為他們今次來到香港宣傳第一次的這個組合出現 其實大家認識他們 他們入行都是拍MV入行 你們兩個都是 一開始是拍MV進一節的娛樂圈 對 第一個作品 開始的作品是 開始是拍MV 對 但是你們之前有想過 就是我是很想拍一戲啊 還是我之前沒有想過我進一個娛樂圈 我是完全沒想過 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那時候在幼稚園上班 就是工讀生啦 在那邊上班這樣子 你好像之前在那邊老師 對 在那個幼稚園裡面 對 但是跟 肌肉也很大啊 對 對啊 對 環境超級的 為什麼 有一天老師在電信機裡面嗎 不知道欸 那個時候是 我覺得 那時候是我是做結論的時候 就有碰到之前 就是有人就是 就是有畢明騙說 有沒有興趣 他們就是要找人 他很明明或是廣告這樣子 他就喔好好好 後來就有找童子去看看 因為搞不好他是騙人啦 搞不好 然後後來就 後來就 主要都是在幼稚園上班 然後都是久久才去 就是可能今天有一個東西拍 就請大家去這樣 那對我來說就好像是 打工多了一筆零用錢 也沒有想那麼多啦 那個時候 我本來就 在念體育學院 就一開始就打白球 然後 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就是 大學畢業 然後考 教育學生 然後當體育老師 就前面的學長 跟以前的那個 歷代的慣例 其實都是這樣子上去 要不然是進研究所 大概是這樣 就沒有想過 完全去做別的事情 對 因為那個時候打盤修打 打了 十六年 喔 嗯 然後 然後 我到當兵都還在打 倒退 所以 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其他 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你所有的時間 都投在路上 但是我想說 突然之間去拍AMD 他那個AMD 在爐上被抓著 哈哈 抓 你站 不要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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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想過 就是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跟我講 我想想你去拍什麼什麼 對 你可以說 我沒有興趣 但是你去拍 就是你有一點點興趣吧 呃 也沒有 其實他那個時候跟我說 就是 呃 大概會有哪一些收入 然後那個時候 我念書的時候 對我來講已經很多很多 對 你只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不用一支人去大概一天 最後兩天 嗯 但是你的收入可能 是你當時打工 那樣一個任何人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感覺 投資報酬率還蠻好的 哈哈哈哈 前期的決定是一個人 對 但是之後 那你拍完一些 譬如廣告也好 MV也好 不代表你要入這一行 那但是為什麼 開始拍偶像劇啊 甚至唱歌 對 因為那個時候有玩樂團 嗯 就是大學 其實電視頻下都有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叛逆 呵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不管其他 戶櫃場 先背起來到自己 然後看他一看 哈哈 所以就大概是 那個經濟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 就跟朋友組團 玩樂團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 就是 拍MV 或者是 接觸這個 就欠了公司 然後接觸比較多之後 就會覺得 當時的 大部分的地下樂團 大部分都在等待一個發展的機會 嗯 而且很多 然後 就會覺得 這個方向好像 你發展的 方向比較接近 啊 那之前是很愛音樂的啊 對 為什麼突然之間就宣布退出 現在也是很喜歡 但是那個時候 發現 自己想做的那個部分 跟真的能夠實現的 的狀況 差很多 然後再來是 那個時候年紀輕嘛 有一些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比較 比較 比較自以為啊 應該 對 就是別人在講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又不懂 對不對 你懂什麼啊 當然是這樣子才對啊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 你可能看到只是某一個小部分 嗯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會覺得 幾乎快喘不過氣了 嗯 我覺得現實和理想差的 太大了 對 就是你只有 只有兩件事嘛 要嘛就革命 要嘛就認命 哈哈哈哈 就是 什麼 這種狀況就是 這兩個選擇而已啊 對 對 誰就認定 哈哈哈哈 其實基本上 戀愛還是兩個人 哈哈哈哈 對啊 你有試過嗎 你不能因為父母戀愛啊 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有試過你媽媽 真的不太喜歡的女生 有試過嗎 目前沒有 沒有 因為你沒有給你媽媽看過 嗯 某部分也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